在这次节目里给您介绍李白的诗《金陵九四留别》 下面我先给大家把这首诗读一遍 别意与之水短长 《金陵九四留别》也是一首用七言歌行写的留别诗 但其风貌格调与前面节目中介绍过的《梦游天母银留别》 却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梦游天母银留别》是一首地地道道的 《以梦游天母为主》而以《留别东鲁的朋友为父》的诗歌 所以通篇都是李白一个人异性传飞的 在未曾去过的天母风上梦游神游 真正涉及留别的内容其实很少 只有一句 别君去膝何时还 点到了离别之意 而且李白在接下来的诗句也根本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 而这首《金陵九四留别》却正如题目所表明的 通篇所言都只是在金陵的一家酒店中与朋友道别 是一首完完全全的留别诗 所以两首诗读来自然各有千秋 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 不过 由于分别把《梦游与留别》写得出神入化 特别是带有作者本人鲜明的创作特色 所以《梦游天母银留别》和《金陵九四留别》 同样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留别诗》中的杰作 李白一生浪迹天涯 云游四方 所到之处分手之际写过许多的诗歌 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明天 细分一下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送别诗是李白为朋友送行时写的 一种是赠别诗 是朋友为李白送行 李白写给送行的朋友的 前者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灵 其孤帆圆影避空尽 为见长江天际流 所流露的对朋友的一片赤子心肠 古往今来 不知打动过多少天涯游子 后者如赠汪伦 其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所挥洒的那种相望于江湖的清灵自在 又叫多少性情中人 自愧不如 《精灵九四留别》 也是一首诗句整齐的七言歌型 全诗由六个七言诗行组成 六句成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比较少见 一般来说 古诗总喜欢写成四句 或者八句 而六句好像总给人一种 不上不下的感觉 然而李白这首六句的 《精灵九四留别》 篇幅虽然很短 但是不但民句叠出 如风吹柳花满电香 无机压酒换客长 欲行不行各尽商 而且特别是最后结尾 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水短长 更是神来之笔 令人赞不绝口 有人说这是李白借鉴了 他最喜欢的六朝诗人之一 卸调的大江流日夜 客心悲畏夭之句 由于这首诗几乎行行都是名句 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一致喜爱与赞赏 上至乾隆皇帝 下道文人默客 乾隆皇帝在唐宋诗纯中 对这首诗是这样评价的 言有尽而亦无穷 未在酸贤之外 而明代文坛圣节 敬灵派领袖中兴 却说得非常直白 不须多 亦不须深 写得情出 我们也试着分别从皇帝眼光 和文人的角度 来分析一下李白的这首 《金灵九四留别》吧 乾隆皇帝的话 让一般的读者会觉得 在理解上吃力一些 因为他用的是晚唐著名诗评家 司空图的韵味说的术语 意思比较复杂 可以从创作和欣赏两方面来讲 从创作角度来说 诗歌要含蓄 不要一览无余 给读者留下充分的审美空间 去发挥想象 而从欣赏的角度来说 是要能读出诗歌 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 韵外之旨 不过 这要以原诗真的有 未在酸贤之外的 韵外之旨才行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种在审美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再创造 因为没有这种读者的再创造 任何伟大的作品 也无法产生审美效果 李白的这首《金灵九四留别》 在乾隆的眼里 就是一首有着丰富 韵外之旨的佳作 而他说的这番话 说明他也是读出了 其中酸贤之外的味道了 那么这首诗中 有尽的言和无穷的义 又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很好解决 因为李白现成的诗歌摆在那里 一共只有明白如画的六句 而这六句诗中 我们又应该怎样去恰如其分的 进行审美的再创造呢 挖掘出其中的韵外之旨呢 这的确是值得今天的读者 下一番体会功夫 风吹柳花满电香 无机压酒唤客长 诗的一开始就描绘了一幅 充满罪人情调的画面 酒店中飘散着一种淡淡的香气 是什么香呢 难道柳花会有香味吗 其实李白是想通过这七个字 告诉读者满电的香气 并不是柳花传出的 而是酒香阵阵扑鼻而来 柳絮清清迎面飞过 南方的酒店多半没有门脸 所以柳花也就长驱直入 在客人周围翩然起舞了 而酒客身旁又有热情的女子 端出新酿的美酒 在不停的劝酒 无机是无地酒店中的侍女 题目中的金灵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古时候属吴国 鸭酒 新酒出手鸭草取之 换是一个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动词 显出了劝酒者的热情与尽心 而不只是一般的例行公事 在这种特定的场景里 哪怕就是滴酒不沾的人 恐怕也要酒不醉人 人自醉了 更何况是一帮知音 要在这里为李白送行呢 金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商 在适当的场景铺垫之后 送行的人物亮相了 前来相送的不是别人 而是一帮金灵子弟 子弟一词用得很独到 当然 这不会是一群和李白 有血缘关系的人 而是强调的互相之间情投意合 李白又用这个词 在向读者表示 来的是一帮情同手足的 默逆之交 忘年之交 来字同上文的换一样 是一个带有明显主观倾向的字眼 字里行间分明有一种 不情也来 非来不可的情绪 非来送行不可的子弟 与热情劝酒的无稽 相互呼应 整个场面显得既风流倜傥 又热闹非凡 作者用不多的几笔 所勾勒的这个场景 似乎有一种 只可意会 而不愿言传的暗示 李白与这些金灵子弟 是此地的老主顾 平日里经常在这里聚会豪饮 所以与酒家的无稽 自然也就十分熟悉了 现在一旦真的要分手了 自然招待得更加热情尽心 其一一惜别之情 也从唤课长的举动中传递出来 这层意思是要读者用心体会 才能觉察的 因为李白的诗是写给送行的子弟 甚至也包括了压久的无稽的 他们身处其中 自然对李白的情谊心领神会 所以诗歌在表达上 也就只需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 这大概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 言有尽了吧 事实上 当时送别的情景也正是如此 大家都用不着更多的语言 只是扬起酒杯一饮而尽 欲行不行各尽商 商是酒杯 读到这里 我们不禁想起唐代 另一首著名的送别诗中 劝君更尽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了 不过王维诗中所流露的 似乎是一种纯文人的情怀 在分别之际 仔细地道一声珍重 强调的重点 好像放在自己对远行有人的关注上 也就是说 你袁二军吸出阳关以后 恐怕就再找不到 像我这样对你关怀备至的故人了 这种感情 多多少少有一种内敛封闭倾向 而李白的欲行不行各尽商 却颇像是壮士侠客的分手 没有更多的珍重与牵挂 有的只是豪放与痛快 说那么多话干嘛 不就是分别吗 管他三七二十一 来 先干了再说 完全是一种前瞻开放的心态 此时此刻 这杯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壮行酒下肚之后 全师的情绪也达到了最高潮 作中 不论行者 诵者 都已是肝胆相照 再无需用更多的语言来表达心中的别情 一时间 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凉慷慨的气氛中 这种此时无声圣有声的效果 大概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 义无穷了吧 其实李白在金陵逗留的时间并不长 但在离开的时候 却一连写了好几首留别诗 有留别金陵诸公 金陵白夏亭留别等等 可见李白对此地及其精灵友人的眷恋之情 而这种深沉的眷恋之情 李白在诗中是用提问的方式 形象的在全诗的结尾处表露出来的 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水短长 这又是一个奇妙想象和大胆的比喻 将无形的别意与有形的东流水相提并论 以滔滔不绝无穷无尽的江水 来形容绵绵不断无止无休的相思 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既形象又准确 而且还表达出了相当的豪迈与潇洒 而这种豪迈与潇洒 又恰恰是全诗从始至终的基调 李白真不愧为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 这东流水一词在李白此前不久写下的另一首赠别诗 《梦游天母银流别》中刚刚使用过 世间行乐亦如此 古来万世东流水 那是用来形容人生沧桑的变迁的 也就是描绘一种不能够长久保持的状态 世间的行乐会如东流之水那样 一去而不复返 但在这里 同一个词的作用却完全不同 甚至是截然相反 是用来比喻与朋友相思情谊的长久与永存 在李白笔下 不管是短暂的行乐 还是永存的思念 都可以用相同的形象来完成 而且是那样的贴切自然 而又出人意料 这除了李白 又有谁能这样挥洒自如 得心应手 更何况 这种以提问形式将无尽的想念 比喻成有形的江水的手法 还被后人运用到了其他艺术形式之中 最著名的莫过于南唐李后主的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从南朝谢挑的大江流日夜 客心卑微央 经圣唐李白的 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水短长 到南唐李裕的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李白对谢挑诗句 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 可以说是一种点石成金的再创造 而李后主的句子 虽然也许更为后人所熟知 但时事求是的讲 他对李白原句 从句式构思乃至浅词造句上 都是借鉴之处 多于创新之意的 全诗一共只有六句 而且既不用典故 也不是雕琢 只是精心的安排场景氛围 如一开始的 风吹柳花满电香 与出场人物的顺序 先无机 再子弟 最后是作者自己 并赋予人物 以画龙点睛的形体动作 如无机的压久和换客的举止 显得相对的平和与得体 而到了送行者的身上 欲行不行 各进商的豪饮 则给人以明显的 放浪行骸的色彩 两者一静一动 一张一池 为结尾作者亲自发出的感慨 做了充实的铺垫 使全诗收到 严谨一概 情形避现的艺术效果 正因如此 钟星才会说 这首诗不须多 亦不须深 说得情出 的确写的不多 只有六句 也写的不深 既没有典故 也没有海事山盟般的约定 却将诵者的真诚 行者的留恋 甚至观者无机的感动 一一勾画的入目三分 如在眼前 因此 金陵九四留别 成为李白诵别诗中的名篇 而流传至今 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白一生写下的 赠别之作很多 但唯有此篇 写得极其洒脱飘逸 神采飞扬 究其原因 还因为李白考虑到 所赠别的对象本身 因为这首诗 既不是写给多年的知己 如孟浩然 也不是留赠 个别心结石的 萍水之交 像汪伦 而是一帮年轻的朋友 所以整首诗 也写得笔墨酣畅 放荡不羁 既惜别 又不哀伤 人生的聚散离合 是随处可见的 但是李白的这首 《金陵九四留别》 却用不多的笔墨 写出了特有的情怀 与格调 面对不同的情景 和不同的人物 能随心所欲地 采用不同的手法 写出不同的情调 这正是李白 这位天才诗人的 过人之处 下面我把这首诗 再给大家读一遍 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 谁断肠 好了 听众朋友 这次节目 给您介绍了 李白的诗 《金陵九四留别》 撰稿田南池 播音雅坤 《金陵九四留别》 感谢观看